以制造贩售散热元件的台通科技公司 2015年营运陷入困境 负责人谢明杨竟然涉嫌 以未造合作契约不实的汇款金流 到上市假象大厂入股等六大诈骗手法 让未上市的股价从15元飙涨到120元 四年内共计包括了股票大户林沧海 万宝集团总裁 联电董事长等 149人跟公司投资成功乍得23亿元 眼前这栋铁皮厂房大门申索前广场 还停了三辆少货车 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不过仔细看大门口张贴的端午节联收公告 到现在快10月了都还没撕下来 股东会议的时候要不然就几个黑衣人 在外面这样子 最后一次是股东会议是端午节过后 然后他们就奇怪怎么都没有开手 附近民众议论纷纷发生什么事 原来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可是造假 编了一场美梦故事诈骗得手23亿元 带你来看2006年成立的台通科技 专门生产散热元件 2015年财务陷入危机 于是对我谎称拿到了美国与韩国知名大厂的专利权 提供公司评价报告市值将近52亿 后来去办理现金增资 多位名仍看到这金鸡母不得了加入持股 直到今年5月检调进入侦办 这场一元美梦才动重事发 诈尾的方式来去买卖以及发行股票 台通科技董事长谢明杨备一 证券诈欺等罪生涯境界 而他的妻子跟女儿分别以10万元交保 儿子则以30万元交保 检方调查台通科技从未造的合作契约 不时的汇款金流 到上市假象大厂入股等六大连环诈骗手法 让专业投资人信以为征 因此认购股票 被骗的大咖有谁 包括股市大户林沧海损失近2亿 万宝集团总裁连电董事长 也都相继投资4000多万 地产大亨也名列其中 投资5000多万全是受害者 股票发行的部分 这边乍得的款项大约4亿 另外是股票转手买卖的部分 乍得金额大约19亿 检查出台通科技四年下来 一共诈骗23亿多元 149人及公司受骗 董事长谢明杨坦诚 以不实的财报性投资 害得投资人邪本无归 现在只能盼望死法判决 还给他们一个交代 记得台中综合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写成